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PT大学瓜成功学资访谈 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刚刚拿到了超高分欺诈的小文字同学 小文字同学在他最新一次PT考试当中 拿到了总分70分的欺诈好成绩 其中他的写作又来到77分 将近雅思的8分水平了 与此同时他的口语也拿到了71分的高分 听力67分 阅读66分的好成绩 我们首先恭喜一下小文字同学 给你掌声鼓励一下好吧 然后接下来还要给他介绍一下 因为小文字同学之前的目标分数 仅仅只需要拿到一个雅思6分 也就是50到58分这样的分数 结果他第一次考试就拿到了欺诈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OK 所以那接下来呢 相信小文字同学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你在来PT大学瓜之前的一些英文基础情况 和当时PT备考 或者是之前那些英文考试备考情况 好吗 好的 我现在就是 还是有点激动的 是这样的 就是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想考雅思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在上班 所以就没有怎么就特别的去备考 完了就从今年3月份 我全职 开始全职备考雅思 我备考了两个月 大概三月 整个三月和四月 完了就感觉 就对自己来说挺难的 因为我毕业15年了 我之前是也算是英专的吧 毕业15年之后就完全没有再碰过英语 然后做的是纯中文的一些工作 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说就是从零开始吧 然后在那个三四月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就大概练了一下雅思的一些阅读啊 或者口语啊那些 后来就他们就说 雅思确实挺慢的 然后对我来说可能我也觉得 就战线会拉得比较长 后来就选择了PTE 在选择PTE的过程当中 然后就了解到了大西瓜 就是这样的 然后就加了大西瓜的客服 然后跟他聊天当中 就觉得大西瓜在这方面就挺权威的 而且他的命中率是超高的 就是WFD上面是这样 所以就那个在大西瓜 这边就买了一些课室 然后进行一些一对一的技巧训练 然后就发现就是这个考试呢 他在技巧性上面是挺强的 比那个雅思要强 而且他有基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OK好嘞没问题 那我们其实有了解到 其实小文子在最早找到大西瓜之前 其实有做了一下官方打分的摩考卷 对吧 在那个摩考卷当中 其实说实话 成绩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理想 尤其是咱们那个口语部分 当时在摩考里面只有43分 但是正式考试的时候 咱们居然拿到了71分的高分 那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口语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有如此大的提升 做到了什么事情 然后关注到什么东西 或者是说大西瓜 给咱们口语部分当中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能不能和大家想先分享一下吗 可以的 是这样 就是我在大西瓜 有两位老师带我的口语 就是以前以后 先是那个Blinda老师 他就纠正 就是上了他的那个技巧课 他给我纠正我的 就是他一下子就找出了 应该说一下子就找出了 我发音的弱点 就是我用气发声 就声音会比较飘 完了就 怎么说呢 就有一些卡顿吧 因为他跟我说 就是一定要 不要太快 因为我说的也很快 我又快 然后又有一点卡 是这个样子 他就给我揪音 然后又给我示范 关键是他还给我示范了一些 就是他应该怎么样的 而且一些口语上面的一些技巧 然后就告诉我 我现在都还记得 就是他跟我说 就发音要清晰 要饱满 完了还要声音要 就是属于一种 有力度的一些发声 完了就是我在整个口语 考试的当中 我就一直都想到这个 所以再后来那个 Nomi老师 他在给我批改作业 因为我有那个 买那个批改作业的一些 然后他就也是非常 非常细致的 跟我讲 我要怎么样去读 所以就是在大西瓜的 一个帮助下 然后我觉得我扣语 应该说是 也看到分数上的 一些一种进步了 OKOK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小文字同学 之前因为可能并没有 专门的经济过PT的训练 所以在读的故事当中 更有些自己发音 英文的这样一种发声方式 对吧 但是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PT的考试 更多的是一个硬实型的考试 包括它是一个机考 所以我们在整个考试的 故事当中 是需要给出来 机器所满意 或者是说机器所希望 咱们达到一种发音的情况 对不对 通过咱们这个技巧课 先首先调整 咱们重新这个发音的情况 让自己的声音 有个更好的识别度之后 咱这个分数 就会非常明显的提升了 对不对 是的 好嘞没问题 那很多同学 其实也很想聊的 就是我们具体提醒 你到底是怎么练 怎么去学的 那接下来呢 可能想起咱们的小文字同学 和大家分享一下 像RA这道题 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让咱们的这个分数 做的是挺不错的呢 RA的话 怎么说呢 我在大西瓜 来大西瓜之前 也听说过那个一句话 那个就是RA的一句话 然后就是你专注的 去读它一句话 然后比较完美的 把它呈现出来 这样的话也可以拿 分数会拿比较高 但是就是我在练的过程当中 就感觉还是挺困难的 而且就比较迷茫 不知道怎么该去 把它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 然后在那个课程当中 就是一对一的技巧课当中 我就学到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它的一个轻松读 就是一个轻松读 去划分一个异群 去注意异群 去注意一些众弱读什么的 然后虽然说 一个习惯性的 一个要坚持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每天的话 从最开始就练 最开始我每天的话 练是十句话吧 后来我就提升到了 三十句到四十句的这个样子 因为我觉得我的RA的话 下功夫的去给它调整一下 所以我就把它变多了 然后RS呢 因为它的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虚包袱的 给它呈现出来 对对对 OK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 在RA这道题当中 就是之前我们其实也知道 一句话这件事情 对吧 但是好像听说一句话很简单 结果实质层面之上 开始操作起来 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复杂 对不对 那在操作复杂的身上之下 通过咱们一起小课 就开始非常认真地学习到 咱们大学化升级版的轻松读 那在轻松读的过程当中 帮助我们找到了 整体应该去做这个一群的选择 那与此同时呢 也帮助我们找到了 可能自己一些发音的优劣势 对吧 就让我们自己在选的过程当中 去呈现的是 自己最最最最擅长的部分 那通过把这些呈现出来之后 就让我们整体的表现 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对吧 嗯是的 好的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点 就是咱们 其实开始使用这个 RS当中的去包袱的方式之后 让我们在听的故事当中 不要去知名于那些 我们可能听不懂的小单词 或者小语群 把它给抛掉了之后 可以有更好的流略度 去呈现我们整体的口语的时候 那我们自然而然 内容的完成度 其实也上来了 最重要的是 咱口语也能拿到一个 非常优秀的分数 对吧 嗯是的 好的 没问题 那接下来呢 就想请咱们的小文字同学 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咱们写作 又拿到77分 对你是将近于亚斯 8分的奖励有分数了 那能不能和他分享一下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你是如何做到 这个写作部分 有如此大的提升 你是关注到哪些重点题 包括你的练习 都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写作有基金嘛 然后我就把那个写作的基金 反复的反复的看 然后用自己 最开始是看那个模板 完了之后 就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它 然后因为我不光是记作文 还有不管是SST 然后都是就是以自己的方式 就是去看 先看一遍那个原版 然后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 完了用自己的一些中文 或者说是英文的那些知识 把它给串起来 在写的过程当中 就不会显得就会 就会比较冲撞 就总体来说 就是一个去理解它 吸收它消化它 然后从自己的 成为自己的语言 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输出 但是就是总体的意思 也没有改变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理解 就是写作这个部分 虽然咱们基金 是可以做到百分之一百命重的 但是我们在备考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要去做死基因背 这件事情 对不对 因为毕竟在节目少 我们还是如果通过死基因背 那其实背的量很多 你会很困难 很苦恼 对吧 但是通过理解 我们这种类型的文章 到底应该怎么去梳理 知道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之后 再用我们自己熟悉和熟知的语言 把它给变换出来 哪怕写的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的这种所谓的fancy吧 但至少在PTU考试当中 也是能拿到非常非常优秀的分数的 对不对 嗯 是的 好嘞 没问题 所以也希望各位同学 多多的向小文字同学 学习这种很有用的这种技巧 而避免咱们死基因背 对吧 好 那接下来呢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小文字同学 最早知道大学瓜的时候 其实有听说过 像我们的这个正题预测 在非常多的题当中 在计分题的时候 是可以做到百分之百命中的 并且整体的题量 是相对人说较少的 比如说我们WFD啦 SSD啊 诸如此类的题目 那想问一下小文字同学 你在这次考试当中 这些所有的题目 有没有我们说的 在计分题上 做到百分之一百的命中吗 百分百命中 OK 而且昨天我还在那个 还在跟你们说呢 就是我还记得 最后一道WFD 然后我明显 就是能够 就是第一到第二道 WFD会比较短 就是我抽 我不知道就是我那条题 就是第一和第二个 WFD会比较短 然后最后一个 稍微长那么一些 但还好 就是因为 我之前把那个WFD 我可能是刷了六遍 就是我在零考上考场之前 还在背WFD 就是这样 OK 所以其实就是在考场当中 咱们直接遇到了考到的原体 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爽 对不对 是的 OK 所以这点呢 也希望大家相信的 因为我们其实是市面上 第一家知道 PDU考试有着C定题 也就是不信分论题的机构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 收集我们的预测的时候 就一直旨在治理 为帮过程收集算分论题 因为不算分论题 它一定会在这个时候 是去做测试用的 那我们在这就没有必要 在他们身上浪费太多的精力 对不对 是的 好的好的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再一次的感谢 咱们小吴斯同学 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分享 那最后呢 相信小吴斯同学 来帮他分享一下 在最终我们拿到PTE的成绩之后 你回看你的整个PTE备考历程 无论是这个考试的选择 还是中间备考的过程 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心态上的调整 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 和同学们嘱托嘱托的呢 我觉得PTE吧 就是比起雅思来说 因为我真的觉得雅思 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 准备过程 而PTE的话 它是可以充一下的 因为我其实是 就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我从5月1号开始 就准备PTE到29号 就是昨天出书成绩嘛 然后就觉得 然后也没有接触过 就是属于底子比较弱的吧 然后就多准备了一些时间 每天的话 就花了五六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都来学习 然后就是刷题啊 或其他的练习啊什么的 所以但是在心态上的话 当你就是拿到最后的 那个分数的时候 你会觉得就是之前的那些努力 都没有白费 所以要坚持下去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就像雅思这个考试 他更多的是测的 在说实话的英文能力 对不对 不仅仅有英文能力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要很考验我们的心态 但是pt考试可能相对来说 在备考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 对吧 我只要把这种题准备好了 那种题准备好了 不需要有特别特别多 能力上的一个大提升 咱们依旧是可以拿到 非常高的分数的 对吧 嗯是的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pt考试 是一个只要你努力了 立马就能立干这一件 的回报的考试 对不对 嗯真的是这样 OK好的 行行行行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再次感谢小博之同学 在百分之中抽出时间 和大家分享 他的这一段欺诈经历 真的结果好 一切都好 虽然我们一开始 目标分数没有那么高 但是拿到最终这个超高分的时候 相信你会觉得 前面的所有努力 都是值得的 对吧 嗯是的 好嘞行行行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再次感谢小博之同学 给到我们的访谈 然后呢 也希望大家多多上他学习 那所有听到你的 这段访谈同学 都会在这里 由衷地祝愿 你接下来的移民 你的留学 一切顺利 好吧 好谢谢 谢谢杰基老师